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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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八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出来 从此娶了老婆生了孩子 有家有了兄弟 谁家里的兄弟都有新的五行人 心眼多了缺心眼人 但玩的都是飘逸 有个神仙叫老天爷 他昨天开玩笑里得死的时候 他会让你一无所有地失落的时候 他又扔个山里闪着没事给你 叨叨叨叨叨叨叨忘记了兄弟 人生这一趟列车 到底要开向哪里 开车的更不知道 走车的更不知道 家在过也是个家 再怎么闹也是兄弟 如果没有了彼此 谁有勇气躲下去 想想有没有我们这样 贪真值得兄弟 世上哪能见到你们 瞬间的情与爱 谁家里的兄弟 都有一错在错的 还有一个不说死 就不会死那想玩飘逸的 黑开了个美风打 针对了白娘子 瞎跑了许仙脱跑了白海 那个老和尚 事实如此神经无常 就像一出戏 想想没事给你 抖抖抖抖抖落了其他兄弟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教人生自相续 故事里痴难愿意 偏懂多少泪珠 家在过也是个家 再怎么闹也是兄弟 如果没有了彼此 谁有勇气躲下去 来 过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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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这儿啦 这些都顺利啦 顺利 不错啊 装修公司那边真不上班啦 我把信息钱给炒了 钱总我看对你挺好的呀 人也不错 他 当老板太小气 当男朋友又不够格 整个人都不够格 好吵了 这帅哥哪来的 白来的 不用白用 进里边看吗 你不就是那个 那天开哈雷摩托的吗 是吧 眼神不错 你们这什么情况 上演穿越大剧啊 一会儿是黑社会妹妹 一会儿是这个饰品店的老板 不带这么晃点人的 说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我一看 整个一搜过来农民 没见过现在咱中国的世面 说话大惊小怪 别往心里去啊 你要爱心爱的多少钱就对 他们批评我六千 原价给你 能卖回成本吗 这东西没价 货卖有缘人看你本事了 成 就六千 他们没的 慢走 去 这帅哥不错啊 耍心点儿 别不当我事儿 呆挂一个你看着拿走 你骗谁啊 我真抢走你得别哭 他得信你 走走 我先找个赶的办货呢 好 别废话 赶紧还有运呢 走一走看一看啊 欧洲大牌订过你 走一走看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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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美女 美女 来 看一看吧 看看吧 看看吧 那我过来看一看啊 欧洲大牌订购 尼布尔自然购大甩卖了啊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掉吗 关你什么事啊 你要想把这些东西都卖掉啊 跟我走 走 你别跟我挡乱 你干什么 你干嘛呢你 你放心吧 放心 交给我 我保证给你全部卖掉 你 妈 在这儿 你看谁来了 唐叔来了 大姐 忙呢 我叫唐叔叔 唐姐 赶紧的 唐叔叔他们坐下 行行行行 来来来 妈 你干嘛呢 今儿不是太阳好吗 我把我的被子呀 和老汤的被子 都拿出来晒了晒 我不要您管了 你怎么还管呀 我没管我 我就帮他晒了晒被子 什么都没管 谢谢 许莲 咋这么多好东西啊 阿姨 我们刚娶了婚纱照 什么呀 婚纱照啊 快快快快 看这得看 哥哥 来来来 真漂亮啊 你说王大哥 你这个人长得不咋地 你儿子长那么漂亮呢 塞他妈 他妈漂亮 他妈特漂亮 王大哥 你现在就忙吧 还行 行 来来来 王大哥 来来 坐下来 坐下来 我呢 想给你打理点事 除了遗产的事 别的事都行 说吧 那我就没什么事呢 前程 坐下来 快 哎呀 都是小视频 都是你们小女孩 喜欢的东西啊 各种小视频都有 老唐总监 哎呀 我在巴黎演出的时候 就想买 太贵了 没舍得 哎呀 我要 我要了 这个多少钱 什么钱啊 钱啊 快快快 钱给我 钱给我 这个东西 一把一把 陛下 你们不能总等着天上掉下饼啊 你们得帮着老唐去找那味酒香啊 找了 派售所去了 网上也人肉了 找不成 估计老太太人早就没了 那遗嘱上说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怎么着这事也得有个结果呀 要不然呢 要不然 要不然 那钱就不归你们唐家了 这是老爷子里的规矩啊 要是老太太找不着的话 其实你最高兴对吧 大姐 那个婚禁公司 给我发的这个材料 就是他们结婚的那个流程 那怎么 咱商量商量 这我也不懂 都是你操办的 你定就行了 其实按理说哈 这个结婚流程呢 是男方要是你这个流程 女方呢 看一看提提一点就行了 哎呦 你看现在可好 反过来了 哎呀 你要是不想去 我倒是有一招 什么招 这不是还有一家长了吗 等那个家长回来 让他去 说老他 他哪能行啊 那还是啊 那 唐王叔 那我就 那行 那咱们就 屋里上来上来 嗯 好 留着我一会儿去看啊 那快请进屋吧 快请进屋吧 哎你看这一张照片 跟小丁住似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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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干嘛呢 帽子一片相合呢 大哥 湯江雪莲的结婚照 哎 过来看看 来来看看来 哎呀哎呀 没什么好看的 遭点钱的事 哎呦 这招好哈哈 你看这小两口的 哈哈哈哈 哎呀真好啊 哎呀你再看这一招 哎呦 小两口还踢龙夹鸟 哈哈哈哈 太好玩 唐叔 要不看看 我不乐意 自找没去吧 温虎梅 温虎梅 老二我前妻呢 屋上 大嫂和她王大哥 在屋里头商量 结婚流程呢 就她俩人 男寡女的 呦 大白天还关着门啊 哎 好 还没扫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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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谢谢您啊 您太信任我了 您别老 您您的 没准我还没你大呢 是吗 我是六二年的 您呢 我也是六二年的 呦 巧了啊 我是六二年七月 您呢 呦 我也是七月 这么巧啊 那我七月六号呢 都聊到生日口上了 哎呦 再聊下去 别是十散多年的双胞胎吧 你们啊 又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沟通感情了吧 哎哎哎哎 不不不 唐大哥您喝的正好 我跟大姐 我们正商量这个 唐江和雪莲 他们这婚礼这个流程的事 那商量基本上台完了 不不 最后的决定 还得您来拿 不用这真不用我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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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不 看看吧看看吧都写好了 我看他干什么呢 王总 是你儿子结婚又不是我儿子结婚 我真没必要看 来 老汤 你这怎么说话呢 哎呦 你你你你脸色不太好看吧 那个真话都不好听的 哎呀我进来干 干干干什么 哦 来来来我借你三分块钱现在还给你 你不用了 从现在开始咱俩车里两惊了 一刀两断 谁也不欠谁的了 这个家我谁也不欠了 好 你们接着继续勾 哎 他就这样 一万两千块钱净赚六下 回头我得找问题再给你了 我这钱太好了 别别别别 这戏法总监就不灵了 你也不傻 就你觉得我傻子 这咱别惩别了 这钱怎么办 怎么办跟你也没关系 我告诉你别打贴钱主意啊 我这些可都有用的 你不是说过吗 一颗好心顶得上一吨黄金 你都不爱钱吗 杀热表没有说一吨 我家的行了吧 剑情眼开人类透明 那你的风红 哎呀 你可别眼红啊 我是投资人担着风险的 就该赚得比你多点 行了 钱呢 在爱钱人手里 他才叫钱 拿着吧 我就属于一帮忙 一百也不要了 赵丽 你老去奖励一下我自己 得了 就这双吧 小胜啊 谢谢啊 花一百块钱买双鞋 你就这么奖励自己啊 什么一百八十啊 就这我还嫌贵呢 我就应该给他五十 现在可以把我的鞋还给我了吧 我都许了再给你 一百八 嘿 还跟我客气 怎么样 鞋鞋好穿吗 像不像八百的鞋 不是 我这爱飞啊 也真够鸡贼的 一百块钱自己还留二十 也行 看在你飞上给朕的面子上 今晚朕就翻你的牌 翻牌这件事 就交给其他姐妹来执行 今天晚上本宫就出出鞋 晚上烤串四红二十块就算了 二十块钱 嗯 请朕吃饭 没错 不会吧 够多了 朕不去 哎 他家五块呢 家五块 家五块 一对妈一句话也不说 给谁脸的看呢 下一天打孩子 闲了想吵架是吧 汤姜还没给你当上门女子呢 就按下把我刺的老丈人 老汤姜门坎都懒得踩了 这就是养的宝贝儿子 汤姜强自立大小就懂事 从来没让我这个大妈的操过什么心 我能有这样的儿子我骄傲 反过来我倒想不论你了 你为儿子做过什么 你又给他留下了什么 你再这么闹下去啊 你真的就连儿子也没了 我早知道这儿子替别人养的 我有没有儿子无所谓 你可真够混的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 你替汤姜想过没有啊 你别别别绕绕绕绕绕 绕到那个遗产上去了啊 不准提这个话题 我现在自己还没想明白呢 行 你就接着混吧你 我怎么混了 我怎么没替你想没替汤姜想啊 没有我这个爹能把他养那么大吗 他现在有点丈人了 忘了我这个爹了 这是我的错 谢谢 谢谢 谢了 哎 卖东西这串 不是你祖能杀什比亚教你的吧 嗨 童小跟我大哥在胡同里练摊 练出来的 你大哥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你是没见到他气人的时候 嘿嘿嘿 怎么了 不是我说怎么这么辣呀 刚才谁要中辣来着 不是 赶紧喝口啤酒喝了就不辣了 这点本事一点都不嫌糊涂你讲辣人 这是人吃的吗 你去我们老家湖南试试 就这 根本就不叫辣 搞了半天你是湖南人啊 怎么着 湖南不是出文豪就是出大将军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小骗子 说谁小骗子 说你呢小骗子 急了 小骗子 真急了 好好好 哎 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呗 我觉得 你应该是个很有故事的女人 不再这么骂人的 那不故事经历 说说你经历总行了吧 没什么经历 哎呀 普通妹子一个 真没什么好说的 说出来也没意思 我呢 就能喝酒 今天累了你一天了 我陪你喝酒 随便喝 放心 我不收你小费 来 快点 干了 干 干了 酒我不太行 吃辣你不行 喝酒你又不行 有你能行的吗 有啊 莎士比亚说过 生存 还是 打住 打住 喝酒 正义 喝酒 乖 嗯 大娘对你亲不亲 亲 亲吧 嗯 你看 你呢 是不是这时候 要去大娘屋里 去看看大娘 给大娘擦擦眼泪 顺便呢 听听大娘和大爷都说什么了 回来告诉妈妈好不好 好啊 别听你妈的 不是你又想干什么呀 这手工作业还没做完呢 明天一到学校交不了作业 老师又骂孩子 然后一回来你又骂我 嗯 做不完回来我做 妈替你做 好不好 好 哎呀 周小满啊周小满 你说你连孩子你都能用上 哎呀 哼 大嫂这苦情戏演得是真不错呀 啊 我要是不猜得没错的话 嗯 最坏的事情要发生了 唐江市长方长孙 有权利分爷的遗产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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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憋着坏呢 半天弄那个脸色 你就为这个 太埋了吧 原形毕露 你让我会失望知道吧 唐江要是有爷爷的一份遗产 他就可以把老丈人房子的首付 和那个车钱都给还上了 他在他自己那个小家 是个顶梁柱 要是这样 你儿子在人家就硬气些啊 哎 你总觉得 你儿子跟人家当上门女婿 你心里不平衡 不平衡 你就想办法把儿子给挣回来呀 谁稀罕的呀 你就会整天胡搅蛮缠 看着谁都气不顺 可这么结婚 唐江心里有多委屈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了 结婚后 他要先还月供 然后慢慢攒钱 把老丈人给他的钱 他都全还上 别人一天 出车只干十二个小时 可他为了多挣钱 他一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呢 老唐 老唐 这辈子 你怎么欺负我都认了 可你不能欺负我们的儿子 我明天告诉你吧 唐江作为长房长孙 应该分爷爷的遗产 这事你惦记着点 要不然 我给你发明 我跟你发明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不做完不许睡觉 回来啦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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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大娘和大爷都说什么了 大娘大爷吵得挺凶的 说什么掌坊掌孙的事 掌坊掌孙 听见没 掌坊掌孙 你给掌上那边听 掌坊掌孙听见没 这分明就是要多分一份啊 还说着要跟那什么丝儿介绍对系 这是拖延战术呀 他们真行 他们真行 不行 没这样的啊 汤姜姓唐 汤果也姓唐 他能分一份 我们汤果也能分一份 我跟你说 你别瞎闹啊 现在家里边已经够不太平了 我这叫闹吗 我这叫闹吗 还不够闹 你低点事 别说 我告诉你啊 唐人家 明天你一早上班去 我请假在家 专门找问我没吵架 我非把这个脸给她掰过来不行 我跟你说你妈为了钱能把你卖了 你小心点儿吧 少废话 姑儿 出去不能瞎说 哦 妈是开玩笑的 嗯 爱 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 在爱情的黑夜里 有中午的阳光 喝醉了这是谁说的这是 严教员 你说是不是有中午的阳光 我没喝醉 这可是老沙说的 行吧 大半夜有中午的 太阳了 肯定是喝多数血的 哎呦 哎呦 不能好见以后你别喝了啊 气气赶紧回家 你受不了你 哎 咬我舌头 活该你 唐力兄 告诉你 今天什么也不能算啊 得算 不算 得算 得算 唐力兄 我告诉你 我把你当喝了啊 还真不是 我唐力兄 不是严小元的哥 听到没 太阳都听见了 月亮天天都没用 唐力兄 我真把你当喝了 爱和太相同 烧起来 得想办法让它冷却了 去 若让它认一达 就会把一颗心给烧焦 站住 吓我一跳 差点把早点掉到地上了 怎么了 这是大清早的 我找老汤 他出去了 老汤出去了 那我就找你 窝窝梅 看来这气是打我这儿生的呀 我周小满呢 什么事呢 都会挂在脸上 不像有些人玩阴的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 什么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小满 你这说谁呢 我说得很清楚 我就是说你呢 我没 你把老二教授当证人 咱们说清楚 我怎么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了 我们家立夏出去了 三儿在家呢 让三儿来做个证 看看他这个贤淑大嫂的背后 都干些什么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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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儿 今天啊你做个证 你听着 萌萌美 是不是你说了 汤江也要分老爷子一份遗产 我是说过分一份是应该的 天灵 天远 汤江是长房长孙 从小跟爷爷一起长大了 又跟爷爷住一个屋 爷爷每次生病 在床前照顾最多的 就是我们家汤江吧 分一份遗产理所当然 这一点都不过分啊 真是笑话 这都分遗产的时候了 怎么又多处一个床前孝子贤孙啊 那我问你 每次老爷子生病的时候 我们家立夏也是轮班去赔床的 怎么现在就多了你们家这个汤江 绩效最多呀 爸爸住院老二陪过几次床 你最清楚啊 哪次不是他前脚进医院 你后脚就打电话追过来 说这事那事的把他叫回去啊 小满啊 你拍着良心问问自己 你说的是实话吗 我 我的我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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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嫂子二位嫂子啊 就咱都是一家人 这种事情就是 白痴不清楚的 别聊了 别说了 是啊 这立秋说的没错 老人身体健康 才是我们做儿女最幸福的事 这钱 真有这么重要吗 漂亮话都让你说了哈 严小元 钱要是不重要的话 你干嘛思喜八哉地到处骗钱啊 你天生犯贱呀 你天生就是骗子你 走走走 我就是不服气 凭什么汤江姓汤 就得多分一份 那我们汤果呢 也不是从娘家带来 她姓汤 她也要分这一份 长房长孙不一样 一样姓汤的都要分一份 她怎么能一样啊 汤江家来 不管生来生命她姓汤啊 汤果生个孩子 赵前孙女姓什么 还不知道呢 这能一样吗 说的是分遗产 给你那生孩子 老祖子 这留下来的传统 什么叫老祖宗啊 什么叫老祖宗啊 行了行了行了 都别吵了 我那份遗产我不要了行了吧 这话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我准备跟大哥说呢 我那份遗产我不要了 我分给你们 这遗产怎么分得听老汤的 他是掌门人 夏 老汤跟你是一家人 就不能凭他的 凭什么呀 我告诉你 温红梅 这事跟你没完 什么迷甩啊 我爸不是留了二百多万吗 全家人就是怎么分 炒得不行了 快打起来 有这么多钱 没想到这 你们家还是大户人家呢 拉倒吧 最怕穷人诈富都是钱闹的 怎么分悬着天天打 刷牙去了 钱 袁小园现在最需要的东东了 二百四十万 这堆一块那得多大一堆钱呢 或许就能填上他那个大窟窿 不怕贼偷就怕贼垫去 女骗子袁小园 惦记上汤家的大蛋糕了 各位 您说这后头能美好戏吗 爸 王叔 爸 闺女 都买什么好东西了 花生 瓜子糖 可乐 雪碧 反正我们能想到的 婚宴之上能摆的 今儿全齐了 是吗 就一个原则 不许跟一把省钱 本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先就去了那个 开想去王府警来了 对 想买牌子嘛 但是后来汤江说那个 南城婚庆用米条街便宜 那是便宜 那东西便宜 跟不要钱似的 省了一半 您看看 您看 真情你们俩 汤娘 你等等 真好 我有话跟你说 给你爸送请简了吗 老鼠 是这样啊 老汤这人怎么想的 真不知道 咱还别答应他呢 我告诉你 汤江 你的婚礼 你爸要不参加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也是坚决不答应的 汤江 别把老汤想那么差 老鼠 您听我说 老汤这人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咱们退一万步讲 即使以后 你不认你这个爹了 那你的婚礼 也得邀请他参加 哪个当父亲的 不想参加儿子的婚礼 我亲手给你爸 媳妇请简 这个 你给他送出去 王叔 你是不是觉得 你爸去了婚礼 你丢人了 可你爸不去 你会更丢人 你那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 别磨磨开那面子 他是你爹 是你亲爹 爸 我 我去送吧 汤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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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莱 你怎么来了 我爸让我来给您送 我跟汤江的结婚请简 来 汤叔 其实这不光是我跟我爸的意思 要是我跟汤江的婚礼 您不能来参加的话 那肯定是我们一辈子遗憾 丫头 你挺会说的 比你爸强多了 其实 其实我觉得 您对我爸肯定有误会 我爸挺崇拜您的 丫头 你看我这特别忙 你这也没地方坐 你要 该忙上忙上去吧 行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但是您千万别忘了参加我们的婚礼 你勤俭我就放 放这儿了 汤叔再见 好好好 来 哎 汤江呢 给我们送请简了 话说到前头 我们包红包呢 就包以前 一家呢 三口去吃 反正我们也不吃亏 我们就当吃饭店了 用你这几天的气呢 我会让力下呀 把钱还给你的 来 正好把吃生了 哼 帮你搭理他 早晨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指定是为长王找孙的事吧 汤江这份我要定了 你们真无聊 掌门人不在 你们有什么好打的 有用吗 我再是你们打打还行 要我把正好买叫回来 你们再打他 我给你们段子 谁搭理他 谁搭理他呀 雪莲下午打电话说 给你送请简了 你收好啊 我收那干什么 我没收 雪莲说你已经收了呀 早把他撕了 老唐 没你这么当爹的 你就作吧你 没这有爹 生不出这种儿子 汤来了 来来来 四餐一汤呀 小羊快来快来 坐下坐下吃饭 那个大嫂我就不麻烦了 我这出去随便吃一口就行 我今天皮是 你哪能随便吃啊 行了行了行了 就别客气了 来坐坐坐 我告诉你啊我大嫂是天厨 你尝尝 熬正好吃 大嫂那我不客气了 客气什么呀 对呀你客气什么呀 哎 哎那个大嫂那个汤江大喜日子快了吧 没几天了 我一定啊那个盛装出席 而且还给他送个大礼 哎呦都是自己家人你客气什么呀 你要有这份心就行了啊 哎 老汤 那个老三啊要给汤江送礼物 你不参谋参谋啊 关我屁事 老汤 那个到时候我们一起参加那个汤江混礼啊 不 不 我去算什么身份呀 你说你算什么身份哪 你这不都上桌了是吧 别装了啊 结婚热呢 这 那大嫂那 咱吃吧 老汤到我房间里去一趟 我找你有事 怎么让我今天晚上睡床上啊 有正事吗你 老汤 你这是给汤江结婚的红包钱 正好一万块 孩子结婚当家哪儿就给一万啊 一万就不少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家 正好有个说法叫万里挑一 再说 我这是给你准备的 我知道你手头紧 哎呀我的钱啊 早晚都是汤江的 那肉烂在锅里 就是婚礼商啊 有给我们公婆奉茶的流程 就到那时候 你就把这一万块钱啊 交给孩子们就行了 文文媚你有完没完啦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老汤 这个小婚男婚礼我才不去呢 那晴晴你真把它撕了 你以为呢 你这是何苦呢 我乐意 气里咔哒还听着响 舒服 有病啊你啊 哎 哎师傅啊 哎 等等啊 那个 使一票干净 我已经算出来了 你们公司应该剩最后点水票了 我给你带来五十张 来 是这样的 水票我们不要了 您哪以后也不用再来了 什么意思啊 不喝水了 好 换新的送水公司了 对 我们就是在他们家订的这净水器 所以啊 你以后不用送水了 净水器 好好好 客官 客官请留步 小伙 对 我打听一下啊 我可不可以做你们公司的 净水器的代理啊 我是这一带送水的 前代客户非常多的 可以 那太好了 我再打听一下不好意思 就是 推销一台净水器 你们工作能给多少提成啊 五百 那太太好太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啊 从今天开始 我就推销你们公司的产品 可以吧 我们公司得培训签 签合同能上卡 对对对 你耐心听我说 你这样 我呢 这一带太熟了 这藏钱送水这玩意也好 我负责推销 你呢去签合同 每推销一台净水器 我给你二百五 我个人反给你二百五 二百五十块 够意思了吧 行 我姓母 母亲的母 母亲同志 太好了 小母 小母 小母同志 缘分啊 咱们合作愉快 你跟着唐大哥 你放心 吃不老亏只赚便宜 行 行 等我电话给你联系啊 好 好 行吗 不行 那往下点 再往下 再往下 那咱俩往下 对 再往下了吧 没有 对的对的 行了 来 来 穿进去 你穿着点啊 大姐 老汤这两天忙什么呢 早出晚归的 工作 那汤叔到底来不来啊 那肯定会来的呀 你别看老汤啊 平时是炸炸糊糊的 其实心里头 挺有你们的 再说了 老汤小儿不来 那汤姜真成我儿子了 好 说句心里话 我真是没底 跟老汤过了这么多年吧 他要是犯起婚了呀 真烦婚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就是真想来 可是 他拿不出一万块钱的红包钱 老汤特别好面子 要是真没钱啊 说不定他就真不来了 来 我给他准备了一万块钱 他又不应付 爸 反正清洁我送到了 我也只能做成这样 他呀 他来不来来不来 他 跟老汤真是业脸 汤哥 汤哥 您可真牛 这么一会儿就弄出两台的 回头我跟公司申请特殊奖励 公司还有特殊奖励呀 嗯 那他那个奖励就算了 咱上了个事呗 您您说 您说 那个穆迪啊 您要是新得过你这个大哥 能不能把今天的提成都给我 那个奖励全归你的行吧 那 汤哥 啊 好 来 好 您说说 那就不不不不不说了 那明天咱俩说好了 还这个点在这集合 好吧 好好好不见不散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啊 我说张总 你你听我说 张张 好 妈的 真的妈咸 又一波退水的 今天这是他们第三波了 对了 罗英脸 我说你你你你先先别发火 咱那属于招养产业 哎呀这个做生意嘛很正常 起起落落有赔有赚的 再说几乎退水 应该对我们够不成为了 行行行行 行行行 你别站着说话不见腰疼了 你当这个家吗 别走 这是一千 你这五天的送水钱 拿去 你不是天天嚷嚷的等着用钱吗 拿去 那谢谢那那我说好了 来 谢谢罗经理 我说老唐 行啊 这两天的送水量你是翻翻啊 每天一百多桶 岁数不小了 幽着点 细水长流 扛得住扛得住 那那我走了啊 你来个刀子 这上有地址 下去 谢谢你先想着我 好好好 谁敢在背后 哄我的刀子我绝着不了他 是你那深情的呼唤 是你那深情的呼唤 让我成为你的儿子 我来到世界的那颗 我来到世界的那颗 我都会心情若狂 我都会心情若狂 谢谢我的儿子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来不及说声再见就已便利 我游戏 我游戏 我游戏